我这个视频不洗也不黑宋志雅 他好赖跟我没关系 今天穿的是刚做完DSR 然后就看见了网上都在说宋志雅也盗窃了 我也很烦某个人经常来剽怯中华文化 在刚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想过去喷两句 结果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 宋志雅穿这个裙靶 从开叉能看到他已经骑胸了 马面是骑腰的 不能骑胸的 这就是马面 很多网友觉得它是马面 应该是通过外表觉得这个是织巾的 韩国有没有织巾工艺不知道 但是王室里他们博物馆收藏的 他们古代人穿的也是有织巾的 这个王朝时间段大多数都是烫金 织巾肯定有 是他们自己造的还是咱们赏的 这咱们不知道 另外一点就是裙门 咱们这个马面是有裙门的 并且折比较多 韩国那边穿的是没有裙门的 并且折也没有那么多的 所以这张图片细致点看看 就是豊朝的唐衣不是马面 然后咱们再说一下宋女士带那个簪子 图片里说它是带着青金玉簪 咱们古代俗称是头面 那出土的 那头面都是金的 而且那工艺都嘎嘎裂了 按现在说都是那种花丝工艺 而宋女士这个簪子 就一瞅就是个银的 可能不是银 就特别廉价 一个小破玩意儿 咱们再说一下那个宋女士 头上戴那个大花 往往说这个是宋代的女贯 我替宋代人吐口吐门 咱就不说宋朝人的审美 能不能看上这种大花吧 咱们要说既然是女贯 她首先得有个贯 一个大花直接张到花顶上那是贯吗 宋代女贯的贯的作用 就是把头发给收起来 像这种一朵大花扁来头 这种非常粗俗的方法 宋朝人不会这么用的 而且这么做的话 也完全没有大家风范 所以这期视频说了这么多 大家知道什么是马面吗 马面是齐腰的 腰带这个位置 而李朝唐一到胸这 通过宋之雅图片里 他那个开刹都能看出来 里边的内衬都已经到这了 那肯定不是马面 硬是要跟马面贴上点关系的话 就能说他这个花纹 这个外形 这个光泽亮丽的程度 满足了他们一个想突破 小国局限的一个愿望 但是大家在晚上能 因为这件事吵起来 我是非常开心的 众所周知这些人来韩剧 给我们的文化冲刷是多么的大 我只要戴上那个明朝的帽子 一出门 大家都还说你是个韩国人吧 我们中国人 汉族人穿上明智出去 就会被别人说成这穿的是高利的服装 但回看现在有那么多人在维护 在探索 在追寻着中华传统文化 这就是一个积极的好的现象 哪怕是错误的 但它会引来很多人来纠正 来探索 但是毕竟汉服与我们之间有一个年代 非常久远的一个跨度 很多人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但只要有新来的人继续探索 继续传承 那我们的衣服就不会被别人偷走 我们的文化也不会被别人给偷走